哦 这个无所谓 但是我不知道 哦 这样应该是不太大 它就是还没有人知道 可是刚才它也是0 你要等一下下 这个有知道吗 对 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小游戏 买完大个星 又没有那么夸张 没这样了吧 然后大个星 这边要换一个 我们没有摆万 没有 没有 台币都没有 Rubia Rubia很容易摆万 Rubia可以 镜头在这里 好 好 来了吗 也是 好的 所以 这时候在onefm的facebook live 这边呢 我们就有张栋梁 哈啰哈啰 所以呢大家有什么东西想要跟张栋梁说的啊 很久不见到他 可以散一下讲说 怎么那么久没有回来啊 好 你可以说一下这张专辑 新专辑 然后呢 算是EP 但是我觉得七个track 然后呢 算是很完整的表达了张栋梁这一次想要说的最好的快要发声 嗯 刚刚我们就有在onefm那边就有聊到说 其实这也是另外一张概念专辑 上一次也算是概念性出发 嗯 嗯 然后你自己其实是对于这一张set了一个怎样的概念 如果说你自己给他的一个定位 其实我觉得这一张上一张比较概念 这一张其实我觉得我不觉得他特别 希望这张是可以被主流啊 呃 因地啊或什么 其实这一张音乐性我觉得对我来讲 他就是一个pop的东西 上一张真的有玩概念 上一张甚至我们 因为怎样的张呢 甚至在拍照什么 都是比如说特写啊 眼睛啊耳朵那些 然后音乐也是比较概念性 那这一张其实他 我觉得他就是一张pop album 但是就是张栋梁会做的一张pop album 就是张栋梁现在喜欢的 甚至我自己喜欢听的 也就是音乐 对 你那有听过不少人就讲说张栋梁变了 或说是不一样了 这样子的话 会吗 这几年 会吧 然后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变是很正常的 人都会变啊 那你去年 你今年跟你去年也不一样 你去年跟你 你今年跟你五年前也一定会有成长 嗯 那 呃 对我是一个蛮勇于尝试接受改变的人 我觉得也没有需要 一直要安于现状吧 那你自己觉得 那可能最大的一个改变 或你自己最满意的一个改变是什么 跟你前比的话 现在就很自在啊 现在就 好 如果好像认真去算起来的话 但因为是从比赛开始算的话 那就真的很准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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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之前有研究过就是 好像是一种 人越大 然后就越对数字没有概念 对而且以前 小时候在学校 一堂课四十五分钟 都觉得好像一辈子一样 怎么这堂课过不上不完 你知道吗 对 然后现在不知不觉 好像才圣诞节 然后四月就来了 这样 而且 是因为大家开始有过节的感觉了吗 就是你知道 忙完过年 好啦差不多了要忙清零 清零忙完以后要忙端午节 然后就差不多要Christmas咯 对啊 然后现在你看 真的四月了 快对吧 一个season已经过去咯 诶四月了吗 我身边没什么人在 应该 对 没太注重零人节 没有啊 网络上不是有流传一个吗 你让我四月号过零人节 我让你四月四号过清零节 啊 关注歌 冯家记得小美好 之前就有张栋梁 我自己设下所谓更好的一个目标 或者说你对他的期望 期望就是比现在一直在进步就好 我不会去设一个要达到的目标 或者说我要做到什么 因为其实不设限的状况会比较好 我觉得 而且这张专辑其实我看了一下你们 你其实一刚开始给可能写词的人好 作词的人 作曲的人都好 你都是给他一个可能很单词的东西 然后个性啊 希望啊 然后让对方去自由发挥了 曲的话 其实这一次我跟子超的合作一直都是比较 然后画面吧 他会问你很多画面 说你有什么画面要给我 然后就一直 就一直跟他叙述这样 那阿管的词啊 其实我甚至连单词都不需要怎么给他的 因为大家这些年的默契 然后一直都 一直都 就是我跟他就是无所不了 所以他都知道 有时候我说过一些小故事 他都会记得 然后他都会知道 这个歌蛮适合什么 他会说那你上次跟我讲的这个东西 我就把它写在这个歌里面 然后我就说 我都忘了我跟他讲过这件事情 因为是朋友 他就会更了解你 然后他就会更能够写出 可能关于你的一切 所以这一张专辑当中 其实我们现在聊到这一首 《鱼与熊掌》的话 又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或背景在里头呢 你的画面是什么 《鱼与熊掌》它是一个非常有画面的歌 从Anna教Demo的时候开始 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会是一个很 很怪的歌 就是会很特别 然后后来直钞就开始编曲啊 果然就开始写词 那后来出来整合出一个东西就是 一个在专辑里面 大家一定会听到的一首歌 因为音乐性也是最丰富的一首歌 听到很多的可能 很少在流行音乐会听到的一些声音 那词的部分就是 人跟人之间 其实有时候难免在社会有一种无形的竞争 那可能在这一波竞争的主流当中 你会觉得当初我想要到达的目标 其实我当初的初衷 跟我现在在的地方 是一样的吗 我是不是得到了什么 失去了什么 其实他就是在探讨一些这样的东西 是比较不是一般的流行歌曲会探讨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现在 做专辑有一些歌可以做这样的 message 我觉得蛮好的 也不是每一首歌都要唱情爱 是不是好像说你自己开始慢慢的有了那种 所谓的一种责任感在 我好像有一些话一定要透过我的音乐去说 责任感可能太严重了这样讲 但是就觉得希望挑战自己 其实是不是真的就只能唱情情爱爱 当然情情爱爱也可以唱 但是其实想要挑战一些 对我觉得也到了一定年纪 想说自己有一些 经历或历练是情爱以外的东西 是不是可以透过歌曲跟大家分享 所以才会有像鱼与熊掌啊 玻璃缸啊 甚至像自己的风雨啊 这种比较不是属于情爱的情绪在专辑里面 怎么帮我这样听起来 我会觉得说你好像有一部 是被大家对你的那个 你唱情歌太深刻的印象所做的自己 也不是说锁住自己 我觉得改变吧 那我觉得也是试图看到自己过去做了这些东西 那其实是不是可以真的做一些其他的 所以也没有锁住自己啦 给自己的一个挑战 鱼与熊掌你兼具了吗 如果说鱼与熊掌是生活跟工作的平衡的话 你觉得自己兼具了吗 他想了一下然后点了头又停一下 蛮平衡的蛮平衡的我觉得 有在你自己要的那个me time也有 工作的时间也有 现在啊 我觉得现在其实我的状态也蛮切不开来的 其实工作的状态就是我个人的状态 所以我才会选择好 那如果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我一定会有一些是我可以分享的 有一些我觉得那就不用多谈了 但是其实它是一样的 我并不会说我工作或我怎么样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 然后我不工作 我又拿另外一个状态或另外一个样子出来 其实是蛮挺的 也许可能现在的你也更自在去表达自己很多的声音跟想法 在歌曲跟生活上了吧 是我觉得是 OK 我们马上就来听这一首鱼与熊掌 然后在FB LIVE那边也会继续跟张东东聊天 好咯 好咯 那我们要开始进行游戏咯 好啊 我们先跟大家打招呼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大家说什么 OK 这边呢就 看到说 燕琳说 关注了好久的张东良终于来了 然后刘俊讲真的四月了 真的四月了 然后还有就是 讯号不好对不对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大家继续努力看一看好 但是他是翻墙过来 翻墙吗 加油 精神上去使你 OK 然后呢 还有就是 在哪 我看到了 背景声音对比动良的声音还大 这不是应该的 你们应该比较想听他声音 Sophia说 紫超跟阿管很懂 动良想要表达的东西 对对对 完美组合 完美组合 还有就是 这张专辑很棒 尝试的很棒 然后是刘俊说的 Sophia说 张东良长大了 嗯 她长大很久了 然后呢 陈婷说 喜欢你每一次的挑战 都会带来惊喜 所以Sophia说 现在是最好的状态 大家都很多 在跟你打招呼啊 吃了没 吃了早餐 午餐 待会有时间吗 因为今天其实也是满满的 满满的通告 对 好啦 好 那我们要玩一个小小的游戏了 然后呢 这个 是 就是 跟他讲说百万大个星 没啦 最近看到这种 九公格都很怕 为什么 我本来要做十六公格 很好 好啦 这其实 我跟我想了一下 我不知道 如果说你真的 Bingo成功 我可以回馈一些什么 我还真的想不到 你知道吗 可是我觉得好像不能让你白做 那你有什么要求 你先试试看看 我现在立刻马上 就一个小时段 一个小时播我的歌三次 这个很快 这个礼拜吗 对 这我靠一下 我靠一下我的MV 真的 真的 OK好啊 那可能我播 等一下把我记录下来 有live喔 一个小时三次喔 那我们这个礼拜的 你的时段啦 我的时段 10 to 4的时段喔 每个小时要播三首张栋梁 两首啦 三首太夸张了 两首好了 还可以自己剪 三首我怕大家人家 听到转台 这个都是他的歌 算了 两首好了 他在外面耶 快把他叫进来 生活已经很为难 生活已经很复杂 何必彼此为难 好那待会我再跟他谈 就是 OK 雨琳 你说OK 雨琳 雨琳我们下了一个赌注耶 可以来 我说如果Bingo成功 这个礼拜 到礼拜天 他的时段 每个小时要 没有礼拜天 只有到礼拜五而已 这个礼拜的 那只剩两天啊 今天明天后天 每个小时 要播两次我的歌 是吗 你现在在赌注耶 我的时段 那如果我没有成功 惩罚是什么 反正每一个都是惩罚 OK 我帮你 行 跟我的话 明天后面 只能把音乐 这么做 有约2 步骤 接下来 现场 是 每个人都没帮你 还是 加速 那么 一路 5是 哎呦這我要這樣折上來好了 10秒以內完成超過15下伏地挺身 這不難吧 有人最近有在練的啊 你很怕俗號 開始 開始 1 2 13 14 15 就過了啊 不難啊 你如果我可以決定的話我不 欸 Bingo是等一下 我都說OK了等一下怎樣咯 Bingo是一條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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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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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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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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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知道整首歌 怎麼欺負人啊 不是 沒有沒有 solidarity 這答案我有寫下來好不好 我錯我錯 那你一變歌的時候 你答的是多少你也不用對啊 對啊 好你開歌詞給我看 你看啊我們來算開歌詞齁 我明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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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是 明明是 報導 我答錯 我送你沒關系 這首太難了 一隊 eğ - 新的啦! - 新的啦! 這一首是盧廣仲的《幾份之幾》 之前就有張棟良的《玉熊掌》 在他的新單曲這一張專輯裡和歌曲 - 哈囉棟良! - 哈囉安娜! - 今天呢,他為什麼突然間有點喘? - 好啦,其實是我心虛 - 因為其實剛我們在FB-Line那邊呢 - 就有玩了小小的遊戲,然後九宮格 - 我耍Line了一下,怎樣怎樣 - 大家留言也打不到我 - OK,再說回這一張專輯 - 我們剛剛就有講到說 - 是不是好像以前的一些情歌的形象也好啊 - 就躲住了自己,然後你是說其實也不完全對不對 - 但是會不會有大家對你的期望是一種壓力 - 可能對你希望說你的樣子要是怎樣的啊 - 張專輪就必須要怎樣,是變成了一種壓力嗎? - 你說現在嗎? - 以前到現在的話 - 以前,以前比較會吧 - 以前可能會希望可以做到大家對我的期望 - 比如說微笑男孩啊,王子啊那些 - 不想,希望自己扛得住這些東西 - 那現在就比較真的就是做自己 - 然後我覺得因為現在慢慢長大之後發現 - 其實我覺得不管你做什麼事情 - 都會有不同的意見跟聲音 - 其實真的很難取悅跟滿足所有人 - 那就只能希望 - 但是我必須說我真的很感恩有一些 - 從以前一直陪我到現在的歌迷朋友 - 我覺得他們已經變成是 - 你的戰友了 - 就是他們已經不是在 - 因為希望我做到他們期望我的樣子 - 他們好像現在喜歡我支持我 - 只是單純希望我開心我快樂 - 只要我開心我快樂我自在 - 那他們就會覺得快樂 - 那他們就會繼續支持我 - 我真的覺得這個東西是時間經營下來 - 才會有的東西 - 所以現在這個狀態 - 我可以這麼自在其實很多原因 - 很大部分原因也是因為他們啦 - 有沒有一段時間的可能性 - 是那時候你去放假嘛 - 然後也出了書的那段進修的時間 - 也算是你給自己的一個time gap - 或者說是gap year - 然後讓自己呢去改變 - 或做出一個區分 - 當時我是沒有這麼想 - 當時只是 - 等一下我再說一次放假是2012嗎 - 哈哈 - 因為那算那個年份的 - 因為我之前一直說2009 - 後來被... - 當然不會想到說 - 這是我一個怎麼樣怎麼樣 - 其實當時只是覺得我需要暫時停下來 - 可是我覺得後來那個決定之後回來 - 那現在反而是覺得 - 其實感覺那個時候到現在好像是個重生的樣子 - 以歌手的身份來說啦 - 然後回來才有書嘛 - 長假然後發了那張怎樣 - 然後現在最好的快要發生 - 我覺得現在的 - 狀態 - 這些音樂跟狀態跟所有 - 甚至那本書我都覺得蠻 - 蠻自豪的 - 我覺得是自己覺得蠻proud of what I achieved - 這些東西 - 感覺很好 - 像的一個輝煌時期 - 甚至像我第一首《當你孤單女》 - 想起誰 - 第一個角色和群 - 然後王子的成功 - 然後這些都是奠定我之前的經驗 - 像的一首《當你孤單女》 - 像的一首《當你孤單女》 - 就網友留言講說 - 棟梁長大了 - 當然啊 - 現在都已經這麼老了 - 是不是 - 想年輕傷感情 - 聽歌 - 張棟梁在這張新專輯裡頭的另外一首《晴天術》 - 玩得飯 - 真的很卡嗎 - 剛剛一直在說卡 - 應該剛剛移動那個東西 - 好啊 - 停了一下子 - 好啊 - 又卡了 - 卡卡了 - 卡卡了 - 卡卡了 - 又卡了 韋青 - 遊戲有毒卡成這樣 - 所以... - 現在不卡了 - 繼續連嗎 - 繼續連吧 - 繼續連吧 - 好啦 - 所以這個沒有對不對 - OK OK - 好啊 - 開七吧 - 七嗎?好 - 演唱魚與熊掌不能唱你我他 - 一個verse到chloris就好 - 那你我他我要唱什麼 - 嗯... - 這題很難欸 - 你題真的很難 - 魚與熊掌歌詞本來就很難背 - 我的還沒有背 - 然後這樣唱你我他 - 我給你歌詞吧 - 我給你歌詞 - 那太容易了吧 - 我給你歌詞 - 我給你歌詞 - 因為就為了彌補一下我剛那個我的錯 - 行了吧 - 好啊 - 那我剛... - 那我剛... - 那我就認啊 - 所以好吧 - 可是... - 可是... - 可是... - 加深一點難度喔 - 加深一點難度喔 - 加深一點難度喔 - 竟然是看著歌詞的 - 加深一點難度喔 - 太多你我他了 - 加多一點難度喔 - 所以你我他我唱1 - ABC - 唱1啊 - OK啊 - 也行 - 我把ABC難點 - 那你要把音樂關掉嗎 - 這麼難喔 - 要再唱其他歌的 - 音樂裡歌唱厲害的首歌 - 我就故意看情片書 - 然後你要唱魚影熊掌 - 不能唱 - 好 - 晚剛起床 - 晚宜上班 - 說好了一起晚餐 - 晚門分享 - 彼此日常 - 口中不說 - 卻看不到 - 風頭頂 - 請吧 - 名牌 - 主人 - 林宥 - 大皆 - 話說自由的胡托幫 - 紙事終想想 - 回到兩天 - 最初會是 - と避難 -, chemicals - 某 vị或信仰 - 都是一 part 我送一題嘛 我就送一題囉 那我開3我就贏啦 圍圓形好不好 我們有閃閃 我們有閃閃 然後我們有閃閃 我們有閃閃 我們要閃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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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又卡了 遊戲館有多 我還不是為了幫大家謀福利 不是他說遊戲就卡了 遊戲有病毒 你幫大家謀福利耶 親 不難了唄 不難了唄 看 都不難啦 準備囉 那邊應該有在live對不對 大家 我希望祝福大家都不卡 這樣好了唄 準備 來 星星不好 星星不好 笑一笑 笑一笑 算吧 yeah 就說我真的是 真的很給 可以死啊 不行我們要留一點懸念了 我總是也要留到最後吧 不然大家一直講說我的那個 沒有沒有 還沒有還沒還沒有還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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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對啊 那我現在就給你選啊 你自己看嘛 你看你要我做什麼 因為我現在 人自己進嗎 對啊 三跟八你自己選 為什麼我放錯地 放心啦 可以啦 好啊 那就玩那個啊 我ok的 那個那個我們 真的我準備的很好玩的竟然都沒有玩到 那你選一個任何東西 我只要做到我就算贏了 你選一個 你隨便你讓我做什麼做的 不要不要不要 因為我真的覺得給你連線之後 我再奧另外一個 我會成就感會大一點 那我就要連哪一個 待會兒啦 你真的不要讓大家先 先再修一下 再下一個我們的時候再 所以 好啦我們看一下留言 沒有卡的時候 可能在動的時候 沒有可能是 多人的時候就會 哈囉 這有很 這題真的有一點奇怪 這題我們真的算很多次 我們到底在算他到底要怎樣 不是啊 不是啊 因為要把最好的 因為他對一變一變 然後他如果你說一手差很多 是因為他最後重複四遍 對 然後那個我有算下去啦 所以才會九遍啊 對 而且還要最好的 而已 就是你最好的愛的時候 我也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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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喔 因為最好的 所以那時候有射陷阱的 結果是我自己 拉慘 我拉慘 卡卡的 拉慘 懂吃懂吃 是我拉慘 還在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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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這裡還好 我這裡是開著Live的 我 OK 我是李卡 因為最好 卡的 網路對大家好一點嗎 待會大家可以看重播呀 重播 你重播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所以如果現在卡的話 你丟上網 再看就不卡了嗎 還是你現在卡的 等一下還是就還是卡 對不對 那一點他還是會卡的 現在還好 就是囉 他是一時一時的 對 各位親我也盡力了 你哪喔 只能說 三重沒有什麼兩樣的地方 三重沒有什麼兩樣的地方 這邊沒有外套 就沒有什麼外套 但是因為這是用 Cable Cable 因為一般上我們用Cable 會比較 比較Sable 所以我今天還是 有時候不算碰我們就 你笑到快起糖 什麼回事 你笑到快起糖 什麼回事 自己賽的game 然後自己在那邊球 球什麼 欸欸 我現在要工作 我不會放東西的啊 好啦 立馬開包包 不然就是我現場立刻馬上 我要自己把它馬掉 我現在立馬 拿一個 然後你就要Sail 啊 五一不一開六對不對 因為遊戲精神好不好 沒有遊戲精神的啊 耍賴是我特色 他如果開個Sail 那是什麼 那啦 看一下 嗯 你看了你就知道了 太簡單了 對 我超後悔的 我應該全部Sail 都在那裡 我應該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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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大家後來都會比較常 叫我跳那個 那個叫什麼 琴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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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所以烏龜舞真的 欸 突然間 原來還想那個 而且因為那段是 我應該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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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做 一 لل resource 我應該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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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選擇 你選擇 幫你整理 我有一個 抗 Bubi 但是你選擇 你選擇 他應該要做 厲害 這一次真的很難 我真的覺得對我來說整張專輯從第一首到 一首歌雖然說明明就是五首歌 可是我其實覺得Keep going它就作為最後一首放在下面最後一首的歌曲 它好像有一個鋪排就是說人生還是要繼續的Keep going 不管遇到什麼 對啊就是往前看就是最好的快要發生之後 就像我講的現在的狀況是現在最好 這張專輯是我做到目前的